歡迎光臨跨界大人家 我是盈婷 這年頭電動車是越來越上軌道 而且已經是變成不可避免的趨勢了嗎 很多人心裡頭還是有這個問號 因為習慣了內燃機引擎 習慣了油車帶給你的回饋感 電動車好像不是真的完全的那麼一回事 但是畢竟我們用車就是要移動 隨著電動車越來越進步 其實大家接受度也越來越高 今天我們就來針對 你可能會有了里程焦慮 帶大家實際的出門 好好來體驗一下電動車現在到底有多厲害 電池的容量可以做到什麼程度 充電的便利性可以做到怎麼樣的地步 還有就是不同品牌 其實在電動車上面鋪陳也越來越多 簡直儼然就是一個單獨的電動車帝國似的 不同品牌你有什麼樣的選項呢 我們先來談談之前動作頗大的B&W 這個不動則以一動驚人 因為最早期B&W就推個i3 就覺得哇好環保 好一般很想不出心的形容值 後來有i8 因為覺得說好像這個變革並沒有那麼大 而且i8離我們生活真挺遙遠的 但是稍早沒多久之前推出的iS 你整個嚇一跳 坐在iS的後座 像坐在家裡頭的沙發上 那時候就只缺一台電視在你眼前 但如果想要電視的話 年底的7系列就有一台大電視會直接從上空飛下來降落在你面前 可以預期的是i7 會讓大家真的是非常的期待 一台電動的7會是什麼樣貌 到時候也可以拿它跟eQS好好比一比 那緊接而來我們也看到了i4 i4出來的時候你可能覺得這個變革沒有到那麼的大 那麼的有感 有點隱約像之前我們帶大家看的4 Coupe Grand Coupe的樣貌 其實就長得一樣啦 就logo有個藍啊 後面有個藍啊 然後它吃的是電 但是i4因為這樣的設定反而讓這個習慣遊車的人呢 可以比較無痛的轉移到電動車 如果它的觀念還有它的充電不是太大問題的話 基本上直接買一台i4是一個蠻理想的一個轉換 所以你可以看到B&W其實在電動車上面呢 也是醞釀積累了許久一口氣爆發 看到B&W這些作為其實賓士早就已經料下橫話 未來幾乎是EQ ONLY的狀態下 這家台灣兵是真的讓你EQ ONLY了喔 弄了一個超級大車庫 裡面展出的車都是EQ EQA EQB 還有EQS之前看到還有EQE 你覺得哪一台會賣的比較好呢 我們先去賞車囉 大家好我是盈婷 遊記的賓士說EQ ONLY 而這個時間呢 Z客就發生在我面前 今天有滿滿的EQ大軍 今天在我旁邊的第一台車呢 它是EQB 我們很快的時間就安排進車試駕 到時候來幫大家報道 因為今天現場車很多 有EQA EQB EQE以及EQS 滿滿的EQ 還有今天環境很美 今天的主題叫做新奇車庫 多新奇呢 一站一站的車庫帶大家來看看喔 第二個車庫了 哇有這麼多的輪胎喔 你知道我平常車子配起來 輪胎也用得挺兇的 開玩笑的齁 第一台車停在車庫裡面等著我們的 這一台老朋友EQS450 之前我們開了它呢到南台灣 開起來真的是心情愉悅非常的爽快 現在要進入了另外一個車庫 哇這是車庫啊 哇如果我家有這麼讚的車庫 該有多好 這車庫我喜歡 Brand New的EQE300 這次EQE只有兩個選項 EQE300跟EQE43 你有沒有覺得它前面這個 三盲的這個樣貌 車頭的地方啊 你看到它是Black Panel 那整個下面固滿了滿滿的雷達 還有攝影機 而且還有超聲波的輔助 前面是多光束的智慧型的數位頭燈喔 所以你可以更加的有安全保障 整個內裝呢 軸距是3120mm 所以呢駕駛座前移了喔 那就看起來非常非常的寬敞 那你會覺得車頭看起來還挺低一趴的 下面這裡呢 還有好漂亮的鍍鉻 嚴格說起來 這次的EQ系列裡面 如果你是Mercedes AMG的死忠支持者的話 EQA跟EQB身上是找不到的 只能夠自己選擇 AMG Line 但是到了EQA 事情不一樣喔 它有架槓的AMG 等一下我們要來看看 那到EQS的話 它也有架槓的AMG 如果你要看EQS53的這個相關細節 我再把影片放上來 不好意思剪接真的好嗎 那來到這個地方呢 有點像是時光長廊 就賓士坐車的工藝這麼久的時間 它的每一個細節都是不同的階段的在往上upgrade 包括在頭燈上面的 你也可以在這裡看到 像EQS大家熟悉嗎 是多光束的智慧型數位頭燈 慢慢的我覺得在EQ裡面都可以看得到 再往前面一點點 時間往前推 2013年 那個時候的S Class到現在看 我覺得還是非常的霸氣總裁感覺 2004年喔 這是CLS的頭燈 那時候就多了主動照明跟轉彎照明的功能 還有更早 以前 現在講2013是以前 會不會被抗議啊 E Class上面的雙扇器頭燈 它有主動照明的功能 是兩元喔 跟現在已經很不一樣 我不得不說 這個EDIQS會流口水的 老賓士的樣子 其實到現在看還是很好看喔 歷久彌新的感覺 時光長廊帶我們看過來 看起來好像只是幾個年度的跳躍 但其實真的要說起來的話 下一個車庫更有戲呢 如果你意猶未盡的話 噠啦 爆了滿滿的 光舊頭燈的探舊 都有點走過歷史的印象 這個就是一個時光的回廊 因為接下來我們要進入 非常具有現代化的地方 這一台車EQE有沒有很期待 而且呢 它是Mercedes AMG的EQE 43 這一區一進來 我剛剛就覺得 哇 有點像在世外桃園的感覺 而且 我也一個很重要的朋友 已經坐在那兒等我了 打擾一下美科先生 你怎麼會來 這一區不是應該這樣做嗎 我很好奇啦 因為 這一次是北中南喜歡賓士的朋友 尤其是對EQ系列有興趣的朋友 都可以近距離的看到 這個叫做EQ大軍們 因為之前EQS大家很過癮對不對 今天我有EQA 還不錯 EQB EQE and 我要怎麼形容呢 黑花的場景 因為我剛剛一到現場就看 欸是一個 它嚇到你其實嚇到了對不對 我是有點嚇到的 進來之後一幕幕我都覺得 有點被 蹦一下蹦一下這樣 有觸動感 那很好啊 沒有任何的壓力 然後你就是可以免費自由的進場參觀 這是我們想要傳達的不是嗎 我們剛剛看的是 你有沒有很想要睡在這裡 或是感覺好像這是你家客 可以嗎如果今天這樣 特別的交情可以在這裡過夜嗎 可以 這個設定的話 你可能一晚可能可以收個一晚 設計的理念我真的很好奇 因為它主題很明確 像我們剛剛最外面看的EQB 你停在那你就知道說 欸2加3加2的設定在那 不是只是呈現一台車 它的頭燈 從歷年的變化你把它展示出來 湊起來不容易吧 其實真的過程相當的困難 然後這一次的主題是叫做 R.C. Spence新騎車庫 車庫其實是很多發明 很多創新拍始的地方 很多人都在車庫裡面發明 很多厲害的東西 然後呈現在這個世界上 賓士是身為汽車的發明者 也不例外 也是這樣子的過程 你就在構思說 怎麼樣把這樣子的一個 很磨幻的場景呈現出來 單純呈現磨幻的場景 絕對是不夠的嘛 所以其實我們把我們所有的 創新都拆解成不同的部分 然後放在不同的房間裡面 現在大家看到的這個房間 講的是舒服 大家都知道我們在車子裡面 有搭載我們的 Energizing Package 這個舒服的套件 你不覺得你看在這個環境裡面 你看到的 你聞到的 你摸到的 都是在感覺好像是在大自然 在雲端上 然後非常的舒服 它就是一個室外桃源的感覺 但是你在這裡也有一個厚的座椅這樣 你看在這麼奢華的環境裡 然後卻突然出現一個花園 你不覺得這很超現實嗎 而且你隱約可以聞到一點香氛的味道 那是精心挑選的香氛 不是隱約 它不是那種很嗆的 它淡淡的 讓你身心靈感受到它的存在 那你有沒有在這邊覺得放鬆 不跟我收錢 我應該會在這裡睡 你一萬塊不去睡 是不是現在 可不可以這邊幫我們Surf一個下午茶 還是什麼之類的 或者是這裡可以幹嘛按摩一下 然後喝個什麼 我覺得這個idea很棒 你不用太多的言語的解釋 它就可以一進來就感受到那個舒服 謝謝 這是很難得的 接下來你還可以去別的房間看看 而且別的房間還有很多秘密 你整個看不出去做什麼 你自己看 原來是為了去溝通hyper screen這件事 還特別設了一區 那一區不是只有hyper screen 我們今天講的是整個影音娛樂系統的進化 所以其實我們花了很多的行李 收集歷代影音不同系統的主機 那這個主機你會看到就是 原來體積這麼大這麼多按鍵 然後一直演化一直演化變成 只剩下一個螢幕而已 然後上面完全沒有按鍵 身為歷史洪流的一部分 你會覺得很感動 好像參與到了這一切 對 那這些都是一些創新的發展 如果你真的有來逛的話 因為這個是免費的 就是你對EQ系列是很想要更了解的話 你來不要拍張網美照就走了 你可以每個角度都給他看一看 在這邊待多久我們都不會看一看 他藏很深 很多梗都藏很深 研究一下 那我現在帶大家看這個會流口水的 EQ143 哇 非常的帥氣喔 欣賞了漂亮的環境 大家欣賞帥氣的車子啦 如果你喜歡EQ11的話 兩個選擇 EQ300跟EQ143 架槓AMG 這個價差呢 沒差多少嘛對不對 總敬培之間 我們就EQ143 初上 初上初上 可是它一定有它這個 讓你覺得有價值的地方 第一個 因為以EClass來講 OMG賣那麼好 剛剛它是EQ11 你之前看EQS裡面 一些重要的科技它都有對不對 然後呢 它的多光束的這個頭燈 長得真的 因為價格AMG就是帥 Black Panel 其實很好看對不對 那其實規格數據呢 我來幫大家 釐清你的選擇障礙 因為E一定賣得好 但是到底要EQ1300還是EQ143呢 先就動力來講好了 一定差很大啦 掛43之後 馬力是來到476P 然後858的牛頓比的牛力 這就會差很多囉 那這台車的新的科技呢 我們就到車子裡面 因為車主拿著它的鑰匙 車主 車主來了 尾車主 我上車瞧瞧 哇我的媽呀 HyperScreen放在這裡 就覺得整個車子的層次好高好高 好喜歡喔 這個會是標配嗎 HyperScreen在EQ143上面 才有辦法做選配 所以如果EQ1300想要的話 不能選 因為人一上來它就解鎖了 我就進到功能頁面 是 是一個我太喜歡了 這個拿來導航 簡直就是還有不認得的地方嗎 這個導航系統 它有一個AR導航的機制 你們之前試過像EQS 還有魚骨頭的顯示 會讓你知道說 現在你要轉彎了 以前我們在開導航的時候 可能會到路口的時候 你不知道說要轉彎 可是一上來這個當然是最吸睛的 但我覺得門也非常的有細耶 因為就門板啊 它的鋪層也是層次很多 然後這裡再做一道 然後這裡是怎麼樣 沒夾要修指夾 但它不刮手 它完全不刮啦 它就故意做一種 那也是一些多樣化材質的設計 有一點點Outdoor 比較Man一點的感覺 對 材質的多樣化對得出一些 比較細緻的質感 這也是賓士在細節上面的追求 也就是因為這些細節的對疊 才有辦法去 襯托出它的豪華品牌的定位 大家都知道 我們才會參加賓士的活動 它們現在連冷氣的出風口 對 不管是A啊 然後或者是E啊 C啊 它的出風口都不一樣 那我就在EQE上面看到這個樣貌 感覺是一種大自然 融入大自然流水的感覺 它這個有點像那種船艙的設計 嗯 對 上面這裡也是極大很好 是Neotex的科技面料 對完全科技面料 而且它按下去是有一個回饋的力道 對 它有抗霧的作用之外 它摸起來的質感也很像體皮 對 質感是不錯的 欸休眠模式MG出來了 對MG出來 我覺得不弄它 我覺得這好好看喔 然後再搭上carbon fiber在這 這裡要作動喔 我的啟動牛在這 是在carbon fiber上面 欸我可以啟動嗎 可以啊 車主載就是有這個好處 電動車啟動 大家不要想說43應該要什麼聲音 因為它是電動車 這個hyperscreen它其實有一個安全的機制 因為螢幕很大嘛 對 但其實我們一般在駕駛在開車的時候 它右邊這個螢幕是用不到的 對 如果副駕駛的時候沒有坐人的話 對 如果我自己是自駕 那這個螢幕它就沒辦法被activate 現在是用你坐在這裡 其實現在就可以作動 你也可以透過這個系統 你可能上網去看Netflix 或是看你想要的影片 或是YouTube 測試相關資訊能量留這裡 對都可以在這裡 如果大家想知道這個細節的話呢 其實之前我們在那個 EQS53的那一台 我們就有去測試了 還真是完全右邊沒人齁 我這個坐在家裡做的想要幹嘛 它真不讓我做 現在問題就來了 我就有錢 我就是要買EQE EKS 但是你現在兩個選項 我到底該怎麼選 EQE 300跟EQE 43最大的差異 其實在馬達 EQE 300 馬達是在後左上面 所以它是後輪驅動 如果你是EQE 43 它就是前後都有馬達 那它就是變成四輪驅動 差異就在於它的動力上面 性能取向 或是它喜歡一些比較 動力比較大的 或是它有一些 比較駕馭樂趣的追求 這些課程的話 那就可以去選擇EQE 43 對 你可能是續航歷程考量 你可能是比較常跑長途的 那你為了要讓它就是 在車輛的使用上 它可以比較符合你的使用需求的話 你就可以選擇EQE 300 然後續航歷程就會比較高 因為就是一個馬達跟兩個馬達的差異 對 當然你一個馬達就一定爬到 兩個馬達要做動吃的店就比較多 但是我跟大家講 馬力也比較大 對 EQE 43它的續航歷程就已經533 基本上我覺得一定夠用 對不對 所以就看你有沒有對於動力的需求 那但是另外問題來了 我就有錢 我要買EQE 還想買EQS 不是還想買 只能選一台 我裝有錢 如果EQE跟EQE我到底要買哪一台 EQE的定位還是整個電動車市場的天花板 我覺得它跟EQE上面最大的差異的話 是在它的車輛的大小 軸距的大小那個當然有差 但我覺得最大的差異是在它的座倉的設計 EQE它是有點像Hatchback的那種設計 它整個尾箱是打開 然後它的尾箱跟它的後座椅是相連 相同的 那EQE的話它就是三箱的設計 那三箱的設計就是會 比較像我們過往的一些 比較熟悉的一些房車的設計 可能有一些車主它會比較喜歡這種 三個不同的位置是獨立開來的 它也可以去做這樣的選擇 那EQE這個定位它其實 當然它不是E-Class直接轉移 它其實是Mercedes EQ這個品牌 自主開發完全獨立開發 是新的一個產品 在定位上面它可能也是很符合那一些 就目前我們E-Class人家有講說 它是一個主管級用車 中小企業主他們在選購的時候 他們也可以做這個選擇 會不會太幸福啦 就是我們公司的主管 我就配EQE 43給你開 主管它在平常上下班的時候 可以看到這麼多的carbon fiber 然後打開來有這麼大的空間 然後有無線充電兩個Type-C 然後這裡有杯架 下面你就放包包 因為電動車就這麼方便 東西放這 但是因為你要幫公司收帳 拿很多支票 怕那個到處跑有沒有 這裡還可以幫你扣住 不會跑掉 這裡的空間其實是蠻大的 深度 這還哪個Type-C喔 後座空間是OK的嗎 好像是還不錯 然後我這個 因為是AMG嘛 所以我這裡圖騰的 欸這個椅子不錯耶 上面就是放著 包覆性很好 包覆性很好啊 左右兩邊都有 然後有通風 你看孔洞這麼多 椅背上面還有那個床灰 我幻想一下 我們家的主管就是 一下要拿平板 一下要拿手機 一下要聯絡事情 什麼到處插滿店 後面一定出風口也是可以調的 它自己可以調整溫度 現在過去看一下後箱囉 屁股非常的好看 高度科技感 尤其是燈 這個叫峰迴路轉 轉圈圈 不要想太多的燈 螺旋式 趕快來趕快咧 什麼趕快 不要著迷 不要著迷喔 但是就是很有未來感科技感 這個有點像是家族的外觀 就是它的尾燈上面 所以它辨識度其實蠻高的 但它就是比較親密一點 螺旋式的尾燈 我要看一下後箱 身為E-Class當然就很能裝 而且是做平整 這個地方有防刮啦 就是說你家庭用車 東西要丟上去 怎麼這裡有防刮 這裡這一層打開來 可以收納 你們特展的三個地方嘛 北中南都有 真的有機會就去看一下 原因是因為這個車 聽說才剛到台灣 然後原廠人 可能摸的時間都還沒很長 就送出來給消費者看喔 這就是非常非常家庭的感覺 然後這裡一樣有座山道 然後夏老流很好看喔 畢竟它是假AMG AMG沒錯 這一站很可口 下一站更精彩 我們再前往下一站囉 接下來這一區是空氣力學區 等一下呢透過我手上的這個旋鈕 按下去轉一下 這風就會拼命的做風洞的測試 其實賓士算是很早期 就在做風洞測試這件事情喔 隨著我把風越調越大 越調越大 上面呢就會有流水潘 我們在上次試駕EQS的時候呢 我們就很驚訝地發現 所謂的0.20CD的風阻值 它帶給我們實際的功用 我們遇上了暴雨 雨刷都還來不及開 那個雨水就因為 極好的風阻值 整個被剝開 那叫做 波雲近日 你需要看到視線的地方呢 它是完美的就把雨水給撥開了 風洞測試呢 第一件事情 你就會慢慢看到 賓士為什麼後來越坐的車子呢 越重視門把必須隱藏門把 為什麼要貼合度這麼高 為什麼要無窗框 因為它要創造是更好的風阻系數 風阻系數更好 你開的時候的車子的穩定性也會更高 那當然我們是意外賺到 就是連下雨都不愁的那個概念 但是在這一區你也可以看到呢 透過了在風洞裡面的調整 你知道用車上面怎麼提升它的安全 我覺得這裡還蠻有意思的喔 這一區呢 就是繽紛少女區 也就是我現在坐在哪一台車上呢 這台車就是 未來EQ系列 比較容易入手的一台 EQA 我們又來溫故知心一下 基本上我們剛剛看到EQB 以及現在的EQA 這兩台車呢 整體的架構呢 你可以去想像就是 GLB跟GLA的樣貌喔 這兩個台車我們之前都有試駕 我們把影片 蹦蹦放上來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不管是EQB也好 然後EQA也好 就是各自有一個規格可以選擇 你可以買到的是 EQA的250 或者是 EQB300 4MATIC 這兩個各一台喔 不像EQE它還有兩個規格 有一個AMG的選項在那 那EQS呢當然 你可以再更往上買喔 那這麼多的選項裡面呢 我覺得EQA呢 真的是有一種親切的感覺 因為它就像我們之前試GLA的感覺 你竟然還是有兩個螢幕在前面 如果你是要買電動的EQA的話呢 就是跟之前你看 GLA的這個高配的比較相似 包括我的椅子 啊 有包覆性 然後紅色縫線 然後這裡是麂皮 頭枕這地方呢也是 上面有紅線 還有就是我的方向盤喔 方向盤這裡是皮質包覆 但是它在中間的地方做了孔洞 三幅的方向盤 要跟車啊 或者是你要設定速啊 其實它上面做的是比較立體的樣貌 然後側面這邊呢 就是應有盡有的空間 那如果說你要買到EQA的話 你會想說 GLA是不是就比較小一點 那EQA當然的車格是一樣的 所以呢到後座呢 這台車的實用度如何 我們到後面看看囉 本來就是GLA對而言是非常實用 那EQA呢 你要想它續航里程喔 其實續航里程我覺得 如果你是市區通勤的話 我就不至於焦慮 因為它有496公里的續航里程 這是WLTP的數字 那EQB的話 EQB它也有到達423公里的里程 那如果是EQE啦 畢竟車子比較大 電子也給的比較大 有639公里的里程啊 基本上你出去正常遊車的那種旅遊的感覺喔 其實是錯錯錯錯有餘的喔 EQE 43的話 533公里的續航里程 我覺得也不至於用太快啊 應該都還蠻實用的 那裡面的車格你看 很方便 那我再往裡面退喔 因為它都有擠皮啦 所以這一個自律生活 每天通勤的那個感覺是 覺得坐在上面會更舒適 然後這小小的國嶺呢 不是太高 一點點而已 所以其實如果你要這裡再坐一個人 它也是OK 不會顯得好像女生坐中間有點尷尬 你也可以跨上面 沒有差很遠 那空間來講呢 其實還蠻夠的 因為它有做一個弧度 所以梨桶梯膏也是 我覺得是實用的喔 不會說它是比較小的修律 然後做起來QQA EQA就只有這麼一個規格喔 所以裡面你看到的就是唯一的選項 所以它門板上面啊 前面呢它還有那個顏色鋪陳 還有氣氛燈 不同版面去搭配 然後呢這裡也是不同材質 就連在後座也是喔 它還是在多挖了一塊 然後一樣有紅色縫線 然後握感也都很好 整體來講我覺得 如果你真的很想嘗鮮開電動車 然後你預算可能 有一點猶豫的時候 就EQA 欸或許 揉手起來不是太有壓力喔 我們再去看下一站囉 這一區 我個人非常想 介紹將軍大來逛逛 當然車用一想 它可能不會放心上啦 但是原來 2003年那時候 我們的車用的主機 你如果只是一點點故障 你是整顆不斷起來 然後你要聽音樂 因為這好像是tape對不對 是第幾首歌啊 然後第幾張CD 然後video audio這樣選啊 然後navigation在這 然後地圖在這 現在我可能 要研究一下才會用喔 然後隨著時間的推進 你會覺得 哇 越來越小台喔 這個就小台了一些些 但是近代的賓士呢 樣貌當然很不一樣了 真的至少呈現在眼前的 這個小塊很多 但後面也是很大一點的 然後再到2008 2018 這幾年我們看到賓士的樣貌 那right now呢 新的EQ世界的螢幕 應該變什麼樣了 你看現在 這後面什麼 什麼主機這麼小一個 現在長什麼樣呢 在天上 如果你想要知道 現在賓士EQ 最浮誇的那一個大螢幕 長什麼樣子 來 補課時間到 我們之前EQS53那個hyperscreen 跟我們剛剛EQE看到的hyperscreen 是不是看起來就很過癮了 而這樣子的新科技 加到賓士上面之後呢 你以後一點點小的故障 其實微調就好 後面也沒有很大顆的 但是這個愉悅感很多 那重點是開車的人 就用這一塊 然後如果副駕有人 這裡才給你用 副駕沒人 這個你一邊開車 是不准再用這一塊的 哇 新的科技真的改變了好多 那再來呢 我們再看下一個秘密基地囉 哇 今天這樣真是大開眼界 我們在這個地方 可以看到賓士的大事跡 所有新的科技 從1889年第一個V型 雙缸引擎到第一個 計程車是用汽車不是馬車 也不用那個車鋪在那裡推 還有呢就是種種過去一些 新的科技的展現 我們可以見證 所有歷史的改變 以及大家都覺得很眼熟 這個賓士夫人的座架 就是第一台的賓士 Pattern 1也在現場 剛好小妹我也扮演過賓士夫人 演出了一個小池過一下戲 當然它是一個婦科 但是你會覺得 這就是歷史 然後跟科技 一個一個堆積過來 看到現在是EQ Only的時代 你對於新的賓士電動車 有什麼樣的想法 緊接著我們就要去試駕 體驗全新的EQ車系了 包括EQB 你想知道什麼 還有EQE新的科技 歡迎回來 剛剛看到的是 雙臂在電動車上面的鋪陳 其實這幾年 我們也看到很多的品牌 Toyota也有電動車啦 Kia也有電動車啦 現代也有電動車啦 那接下來這個階段 我們要討論一下 電動車的實用度 所謂實用度 就是你所擔心的 里程焦慮 我們其實用了好幾台電動車 來做一些瘋狂的事情 上山下海 倒也沒有 但是趴趴走 用力把電用乾 接下來我們帶大家來看看 我們這回利用的是 這個Kia的EV6 像你iPhone如果跳出來10% 它就會說電快用完 你會極度的焦慮 但是當電動車10%下來 它跳出了一個電快用完 會是什麼樣 然後你心裡頭每個 奇怪的壞念頭 當它變0% 會不會跟手機一樣 直接關機 我們要來公布答案一下 又來到好熱南台灣 但這麼熱 車子又沒貼隔熱紙 為什麼笑得這麼開心呢 因為沒看錯 我現在開這台車 就是Kia的EV6 看到媒體可以大量的試車 你就可以在一個議會 您訂的EV6 已經準備要交車 但是如果你訂的時間比較晚 可能還要再等一等 慢慢的交車狀況 上軌道了 這一次媒體試車 簡單說它就是一個美道 雖然我現在還笑得出來 但我現在其實也沒辦法那麼從容 我在下午5點半 就要把車還回台北 這一路要開可遠了 但是我這一拖 已經不算是最硬的了 因為這次媒體公辦 是考驗大家從台北開車到墾丁 而且走的是東半部 還要去北回線打卡結任務 第二天呢 就是稍微充個電 用最快的效率 充到你覺得可以到台北的電 就一路開回台北 五點半還車喔 不好意思 但是江湖再走 我們的算計要有 因為這次行程的問題 還有我們時間安排的問題 所以我跟狂人日誌的Marco同一車 所以我想了一想 就告訴Marco 你怎麼會讓你晒就好啊 第一天 因為小朋友停課嘛 所以讓他開 第二天我開回台北 於是乎呢 昨天造就了Marco 是所有媒體裡面 在五點半可以把車開到 這個屏東的H會館 第一名 而且他每度電可以跑八公里 這個是在時間內達成任務 然後同時呢 那個電用煉的效率 是最好的一個成績表現 所以他得到了一個獎品 但是其實真正的成績 最高最高的是我們趙惠群 趙大哥 他曾經在中間開到 一度電可以開八點五公里 這是不是太好嗎 所以可見EV6呢 透過了一個聰明的方式來開呢 他其實是挺省電的 回到了這個H會館 還給我的電 Marco那個車只剩下33% 羅哥呢 只剩下29% 所以我要想說 當一台電動車 電都湧了 那會是什麼樣的狀況呢 我就來羅哥的車上 找烏龜 烏龜就是把電用乾 話不多說 瞬間一碰 好 我現在來到羅哥的車上了 Yeah 來他的車上 主要目的就是來 撈烏龜 撈什麼烏龜 不是 今天夜市還沒開 現在墾丁 聽說EV6 你把它吃乾抹進 它一樣會出現 小烏龜告訴你說 等一下用料 你又把它塞 聽說0% 0% 你在開我玩笑嗎 我們等一下 他家還有跑100公里耶 羅哥昨天是很認分的從 北台灣一路開到墾丁 而且是走東漫步嘛 對 然後最後你剩29% 29% 我覺得變成0%應該是小case 那我就到不了充電站 就是讓羅哥留在屏東了 對 沒關係 我的那一台EV6 我充到100% 滿電喔 對不對 那我們一起走 我們在V2L可以進去 萬一我們沒電了 你在路邊V2L 可以的 我這個人很大方的 只不過他有沒有附那條線 我不知道 而且聽說V2L要充很久很久很久 那我們還是趕快找到充電站 比較實際 因為我們到台南 大概100多公里 對 你還剩120 所以我覺得加一加 有機會 20公里有機會 但是他說如果要到0% 才會有烏龜的話 那我 我會感覺有點焦慮 問了那個烏龜 我不敢 奧迪好像是under5% 好像印象中 因為上次沈惠蘭很誇張 開到聖三大 有看到一隻小烏龜這樣 而且每一家廠都不約而同用烏龜 對啊烏龜就叫你放慢一點 不要再操我 我不知道他如果真的吃乾媽淨 應該是立刻shut down嗎還是 不會 基本上他即使到了0% 都還是會保留有一些電力 滑行的距離 對就好像汽油車也是會有一點 備用油箱的概念 所以最糟最糟你到0%已經沒電了 他會讓你至少還留一點點小小的里程 讓你可以上推車 所以就是說你在真正0%之前 要在充電站的附近吧 你還有機會再慢慢保護 可以把它推進去吧 希望如此 希望如此 沒關係啊今天就是 我們讓羅哥為我們壯士先欣賞 我們一定要試試看 看看能不能把烏龜叫出來 應該是我們已經要到台南了的時候 才有機會 等一下萬一真的有出烏龜 我就立刻通知你來抓 對 我來撈烏龜 對 好 我們就前往台南 還有另外一件事情 我們跟大家PK一下 就是充電效率嘛 對 所以你要控制在它充到0%到50% 那是最快的 我要運用0到50這一段 它是全功率在充 所以超過50% 功率會開始降一點點的時候 我就不充 你要50%回台北 就繼續跑 我充電永遠只用50%之內這一塊 真的要賭這麼大就對了 對 台中還不用 搞不好可能新竹吧 因為現在很多的休息站 也都有快充 所以我們可以去試試看 高速公路的缺點就是 它的車速太高 車速高的時候 其實對電動車也是 但是也沒有說很糟 因為畢竟你長途在行駛 沒有停下來的話 它還是OK的 只是沒有你想像中那麼OK 會稍微差一點點 對 運用技術了 我們就讓它少煞車 對 就盡量不要煞車 右腳真的要很收斂喔 其實你就用它的 LV1到LV3的回電 聽說LV2就很夠了 對 放給它 來挑戰一下 各位觀眾 就在我們彈效豐盛的過程中 我們已經來到了 9%了 剛剛11% 快到10%的時候 突然間螢幕就低聲 Low battery 對 本來我以為出乎烏龜 結果不是 它是先警告你 Low EV battery 對 而且本來就是 Apple CarPlay的這個 中央顯示器 它有亮起來 我們的導航在這 它就整個亮起來 對 你就開始手足無錯了 對不對 不行我還是有信心 有信心 你知道有信心到什麼程度嗎 我們現在決定下休息站 配重增加 再把我們家的胖A邊叫上來 胖A邊 你看我中旅程破500了耶 真的耶 中旅程下501.8 501.8 然後還可以行駛是46 如果到仁德休息站的話 大概還是十幾公里 對 到台南26公里 所以它沒有騙我耶 但是問題是 它還是20的願景 我們感受得到 其實在高速公路上面 真的比較好點 它的里程會是掉 有感的在掉電 對 本來我們這兩個里程加起來 應該是 557 對不對 對 現在不到了 現在才547 掉了10公里 還我10公里 你偷走我的10公里 真的 哎呀 而且你煞車也好像沒有很用力 我沒有才踩 我從來不踩煞車的 我就是跟著那個 盡可能的不用腳踩煞車去減速 那我們等一下有可能的一個狀況 就是把它開到沒電 還沒到充電站 那我們就停路口 因為我們跟達成那個公關 杜鑑紅都好朋友 杜鑑紅 他從台北會自己開車來拿車 你就坐我都回去 好 你們那條紅色比較漂亮 對 我們今天直接變成整人節目 走錯路了 在這種時候突然發現 有點走錯路 不能走錯不能走錯 汽車媒體的日常 就是自己給自己找麻煩 還好耶 羅哥不錯不錯 你都一直控制在四 因為我們車速已經慢了 而且這裡有一點下坡 剛才 剛好有回充 稍微回充了一點點 我們的冷氣都正常吹 所有的一些正常 你還充電喔 你還吃他的電 其實這些電器的大致消耗 也不會那麼的高 比較高的應該是冷氣 冷氣你要去驅動它的壓縮機 送風啊 剩1.4公里快到了 等一下準備開SPORT 真的假的 要開SPORT 然後開窗增加風阻 沒有 開大就好 冷氣開大 然後窗戶打開 真的要這樣嗎 我們三個要答案共識喔 那羅哥我現在可以 感受一下SPORT的威力了 好 然後冷氣吹 所以現在收音會比較差 但沒關係 我們就一個測試 來喔 這台雖然是Air版的SPORT 來 貼背耶 它只有單馬達 所以嚴格講也沒有那麼的強 好滑喔 好滑喔 真的好滑 哇 煞車 這次我第一次用力這麼 踩煞車踩那麼久 踩這麼深 平常都是用它給它回收的 然後EV6想說 天啊 主人的習慣怎麼變化這麼大 他瘋了 他怎麼跟昨天判若兩人 他加速真的很直接 對 沒有噁心感耶 沒有噁心感 烏龜又來了 真的出烏龜的耶 真的 趕快拍下來 剩下一趴 然後有一個烏龜在那一扇 0趴了 0趴了 所以0趴還能開耶 我們還有兩公里 好像寶可夢抓到了一隻 對 抓到了 捷泥龜 而且我發現它把我們的那個 空調壓縮機關了 對 這真的只有開到烏龜出現的時候 才會感受得到 反彎的氣 但是座椅的通風還在送風 開始熱了 開始熱了 有熱熱的感覺出來了 我們還有電可以倒車吧 這個車是上坡呢 最後羅哥說出車的搜索葉 你又給我下來推 就是我跟葉斧兩個在推 如果沒有走到0趴 我們也不知道它會走上坡對不對 它就直接無情的不給你冷氣 但是你用車的周邊相關的配備 它還是有 烏龜又來了 倒車嫌疑還是有 但是烏龜一直跳出來 烏龜又出來 我們不知道烏龜原來這麼客氣 烏龜乖啦 我有準備烏龜資料給你啦 CCS1 我們接下來就直接的測試 0%的電到50% 到底花多少時間 沒錯 這個最準的 公佈答案 真是0趴的 我們本來想1的 結果沒想到0還能開一小段 後來走到 不敢再開了 不敢了 幸好還有足夠的電 讓我們倒車 對 所以各位觀眾朋友 剛剛是0%對不對 0%充電的效率怎麼樣 現在就直接見增長 沒錯 我們來把它充到50%好了 CCS1 CCS1 充電很簡單嘛 那U-Power這裡就有寫 對 右側充電按下去 但是我要用APP 直接用APP對不對 對…來… 胖邊 這個月的充電費就你付了 對…好 右側充電 直接按 右側充電 好 然後掃門 QR Code 我們直接用胖邊的 扣它的錢 充電將配備 等一下配到 這麼快 信用卡綁定啦 阿姨啊 就讓你招待啦 不好意思啦 給它下一步對不對 按一下 還有 天啊 所以我們還在開 沒有啦 它已經0%了 搞不好再開一開 烏龜就生氣啊 這個 對喔 它下車把你趕走 它這個就表示說 至少它的主電兵 還有一點點殘電 對啊 所以OK 就是如果用到乾 要上拖車什麼都可以 對… 所以我們在充電箱把它 插入充電箱 這個很重 我來試試看 按壓 直接 直接這樣進去 好 開始充電囉 連接上了 充電狀態檢查完成 感覺出這隻烏龜很餓 馬數一直開始跳了 現在已經跳到 100千瓦以上 我們有沒有很像 在轉播體育比賽 對 好緊張… 56 17秒了 已經跑到150千瓦以上了 已經1分鐘了 1分鐘的時間 它已經來到176千瓦 好 177千瓦的時候 稍微停了一下 喘了一口氣 2%了… 太快了吧 它現在瞬間就收回來了 對 瞬間 我們再講一下話 就2%電上來了 那這樣子有一點 怕我焦慮了 為什麼 我去買杯咖啡回來喝 它已經超過我不要太多 超買 對喔 我們不要太多對不對 對啊 那你打算多少 因為我們的比賽是 充電時間最短 所以理論上 它在50%之內 都可以用這樣子的高速 超過以後 它可能就會掉 它會掉的話 我就不要了 我就繼續上 不充 真的喔 那你路上萬一沒電怎麼辦 不怕 還有別的充電在 這樣子啦 我們等一下就看它 開始往下掉的時候 我就解掉 就像你在看股票 如果拉紅K 然後如果跌幅超過一半 它開始跌我就不要了 直接就收 對 獲利了結 好 獲利了 因為所以我們聽說是 超過50%以後就會降 可是我們要眼見為原 對… 好不好 那50%怎麼那麼快 我們總共才花了 11分30秒 對 50%了 11分40秒 我本來是說50%就要拔掉 可是它現在還有188千瓦了 最好也沒太差 好像也還可以 對 因為我們剛剛是前幾分鐘 對… 也是180對不對 然後一直上去 怕要240 所以你的紅K線還沒跌過 對 還沒有跌破上升趨勢 對… 還有一點力多 先把它炸乾 還沒有轉成熊式 對… 不用急著把股票出清 我覺得你至少充到55 60 我衝到60 我衝到60 高速公路太可怕了 但是它還是188.9 189 還是不錯 這好掙扎 對… 因為你知道嗎 股市都會有W有沒有 它下來一下下 它等一下會升 對… 它現在應該是踩到什麼日線 對… 有支撐 對… 我們沒有財經節目 對… 我們轉型了 對 我要等它掉 掉下來我就覺得不行 還要189 其實我們也是用新糧斧 幫大家去測 它到底什麼時候會掉下來 因為到55% 它的電它很快 輕而易舉13分鐘不到 又上於190了 190… 我們的股票又漲了 又漲了 它真的是走到了日線 對… 然後又往上飄了 對… 這什麼人生啊你 190… 會不會等一下又200 會不會 不知道耶 又下來 188了… 震盪… 我們已經賺了兩個波段了 這個波段要不要賣掉 對… 這個就是展戶心理 對… 展戶開始想 怎麼辦呢 本來我188可以賺的 對… 掉了… 120了… 那結束 好那我們決定到60% 我們就要結束 到60…到60… 117… 117… 這個很明顯 117的時候我就決定不衝了 好… 60%… 62…停止 按這個 按這個…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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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認喔… 好… 好… 所以我們的經驗是 一直衝到60%都還算是很好的 到60%以後就降到120千瓦 對… 而且… 我們才衝不到15分鐘 對… 一共總時間是14分30秒 然後最大你到240 平均是201喔 是平均 充電的電量47.5 好… OK 完成… 大功告成 你看…這樣才三格 三格 對啊…60% 可以啦…回台北啦 我對這台車的… 有信心 真的有信心 你的技術也OK啦 好… 那可以去買咖啡了 好熱喔 歡迎回來 剛剛我們看到的是 我們把EV6電 真的用到0% 但沒用完 我們後來才發現 因為0%之後 我們打開了充電座 它的那個電還亮一格 欸… 如果有人有興趣 把它亮一格也開到完 但我不行啦 我覺得這樣太傷電池了 如果有人有買車 願意這麼測試 歡迎來跟我們聯絡一下喔 真的把電用到完 可以猜測 預期到就是 因為它就是吃電 你家裡所有電器 電沒了 它就是一個… 沉睡 你換不行的概念喔 那之前這個瘋狂的舉動 其實以汽車媒體來講 我們經常都會有做 各式各樣的測試 我們曾經也用 Audi的e-tron 來做這個測試喔 那我們呢 一樣是從北台灣 開到了台中 然後呢 攻上了武嶺 然後再到花蓮 這樣子的一個路程 然後來看看它用電的狀態 那我們到了花蓮的時候呢 大概還剩33%的電 原因就是我們了解電動車的習性 因為它在往下的時候 你盡可能的 鬆開你的煞車跟油門 讓車子可以自己的回充 回充力道是快的 所以你會覺得電會源源不絕 當然也沒有想像中插電那麼快 但是它會源源不絕的隨時的補充一點能量給你 你就比較心安一點 那確實我們到目的地之後 還有30幾%的電喔 所以是安心穩妥的 但是當中就偏偏有這個 右腳比較重腳的朋友們 這個我們的媒體同業朋友呢 有人就把它開到只剩3%的電 那個時候呢 我相信心裡頭很焦慮的 因為那個烏龜也跑出來了 那Audi的烏龜 應該是出現在儀表板的 左下角小小的一隻烏龜 也是提醒你說這個車速要放慢了 我電力沒有電 我就是不在電動 那國外有媒體就實測說 我把這個e-tron開到停車場 然後充電樁附近 開始繞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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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真的沒電 它還會預留一點點電到拖車來 讓你可以上後拖車 可以讓你拉上來 如果真的完全完全電 這一點點電你都不留給它 不好意思喔 你要推車都沒辦法 我猜測可能你要叫掉車 把它這個掉下來吧 掉起來 你才能夠把車移動走再去充電 電動車基本上第一件事情是 盡可能不要讓它完全的沒電 跟手機一樣完全沒電 還是多少會有點對電池損傷 第二件事情就是 但是現階段在台灣用電動車 我覺得里程焦慮的問題 不構成這個百分之百 你不碰電動車的主因 原因是因為台灣充電 並沒那麼的不方便 而且台灣相對是比較地狹人稠 你移動到不同的休息站 基本上是可以有電可以充的 當然如果你要快充 那又是另外一件事情了 回過頭再講呢 我們曾經也用一推出 就受到了市場轟動的 TaiCon來做一個不一樣的巡航 北高一日游 那我們那時候是跟這個 Bob哥一起來體驗 那Bob哥這個人就是 常常開著他的TaiCon 台北往高雄屏東 那他是基本上都是到高雄 電升一點點然後再去加一點點 點他也不充滿 他就回到屏東 所以基本上充電是沒有里程焦慮 但是記不記得我們曾經也用TaiCon 直接一樣的路線 攻上了武嶺再到花蓮 那一次我們剩下的電 大概也是30級左右 也就是電動車你只要知道它的習性 然後你控制你的右腳 然後你用回充的模式 比較積極一點的模式 他基本上帶回來的電呢 會讓你在旅程中不會 不至於到0%那麼緊張 不知道寶石節開到的煤店 有沒有烏龜 還是寶石節會出現螞蟻 還是什麼動物 如果有TaiCon車主 你已經開到極限 他跑出了奇妙的動物 記得來跟我們聯絡 讓我們了解一下 但是整個的行車的整個過程 是愉悅開心的 而且你不太會去想到里程焦慮 第一次試電動車一定是里程焦慮 你會不斷地看現在幾% 現在多少里程數可以走 然後你就會不斷地提醒自己說 完蛋了 越來越遠 我現在離我的目的地還有多遠 然後就用導航在兩邊去做比較 但是慢慢你了解它習性之後 你做比對 適時的調整你開車的模式 你會看到電慢慢補進來補進來 你就越來越安心 嗨 各位跨型小銀家們 看影片別忘了幫我們按個喜歡 留言寫下你想看到的車款 並且把我們影片分享給所有 你喜歡車子的朋友 記得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隨時接收到 我們的最新資訊囉 更多車款的開箱評比市價 通通都在這裡 讓我們一起變成WinWin跨型大銀家吧